哈囉大家好我是志光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開箱 今天要開什麼箱呢 其實我買了一些 攝影器材 經營這個頻道也經營了好久 然後 器材有一些真的需要做一個升級 購買了一些器材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神秘的 因為我在表題上面會打 但是我想要替自己做一個紀錄 我的頻道就如我之前說的 不會卡在一個階段 我一直持續讓這個 影像品質 做一個升級 OK啦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開箱吧 我買了幾樣 可是 他給我 收到好多東西 但是我想有幾樣應該不是屬於攝影的東西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個 因為我還沒開 我就 就開啦 先從這個momo購物的開始開吧 錄影筆呢 我在momo購物買的時候 他卻說 超商額度不到多少 所以無法 無法寄送 一定要滿額 那 我除了買 為了 達到這個額度 能超商取貨 所以我就額外買了一個泡麵 可是 很奇怪 照道理事 買了錄影筆 然後買了 一個泡麵 那 他卻來給我三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們就來拆拆看吧 哇你勒勒 這盒 太扯 這個 這是 這是我買過東西最扯的 他給我一包EB 用一個這麼大的盒子 哇 見鬼了 真的這個很好 有有效點 這個真的有效點 這個我都沒有開過 真的 完全沒開過 這個不是我自己作弊喔 太扯了 那我猜這箱就應該是泡麵啦 又買一個錄影筆 然後 然後一個泡麵 那其實買這包麵也很好玩啦 他已經 紅很久了 什麼蒸拌麵啦 然後 這個也是一些 Youtuber有介紹過的 麻油焦香麵 聽說很好吃 但是我從來沒有吃過 反正我為了增加耳度可以超常 收穫 所以我就買了他 吃吃看吧 不重要 放旁邊 這是 麥克風吧 這不是錄影筆 錄影筆 機車 真的超機車的 他的包裝是麥克風 我想說 我是買錄影筆 他怎麼會來 寄來麥克風 OK 讓我可以在聲音上面做一個後製 這個比較小 因為以往我都是用這個啦 像我現在就是借著麥克風 用手機借著麥克風 然後做一個後製 那個帶出去實在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我想要一個 錄影筆 比較小 比較薄 那這樣子我外出的話就方便許多 好 這個就放旁邊 然後再來開這一包 這一包很像是我買的鏡頭類的東西 哇靠MM 不要誤會 這是賣家 包裝的 它並不是MM 我買了這一顆 廣角鏡啦 我想到了 然後這個廣角鏡 跟手機差不多意思 這個廣角鏡呢 它也可以當作微距 這裡有一個鏡片 這個 裝這個上去就變成微距 然後裝這個 上去就變成廣角鏡 這跟手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手機的鏡頭 就跟這個 這個差不多意思 只是這是相機用的 放大版 OK 這是第二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重頭戲 這個東西呢 這一箱 就是穩定器 因為我之前 我 這很久了 一年多了 我一年多前 我拍的 旅遊視頻 拿的穩定器 是屬於用手機的 然後後面 我的器材一直在更換 那手機的穩定器 它可以改裝成 微單眼用 可是 我覺得拍出來效果很差 不過 真的不能滿足我使用的 要求 那所以我買了一個 目前 最新型的 微單眼用的 穩定器 不多說 把它拆了 好大一盒啊 完蛋了 它真的很有 真的很有份量 我不知道會不會拿著它 會煉成麒麟幣 不管是我摸了 還是我 看 Youtuber 他們去做一個 比較 跟國外的 做一個比較 跟我自己 所拿的穩定器 我比較喜歡 飛魚這個廠牌 因為其實穩定器 是專門給攝影用的 所以很多人 不太懂這個東西 因為一般人也不會去買 它裡面還有一個箱子 好精緻啊 然後它這個拉鍊 上面有明顯的 飛魚的那個 他們的logo 一二三 準備開箱啦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這個就搞笑啦 目前看到 應該是 使用說明書 搞得像用信封一樣 兩大張 沒必要啦 這個東西呢 給不會使用穩定器人看 OK的 它還用魔鬼沾耶 它用魔鬼沾耶 它不是只有一個東西擋住而已 超有心的 哇 真的很大根 好大一根 它的本體很重 它這個接觸 它因為這個要卡上去啦 卡上去 這個是 供電 供電用的 它卡上去 然後它在這個蓋子上面 弄一個這個 軟膠 細膠蓋 我覺得還蠻有心的 怕入層吧 18650的電池 4顆耶 哇靠 光這4顆就多重了 天啊 我原本那個手機用的 就只有一 一顆 2650的樣子 很像是2650 但是只有一顆 這裡還有它一個 附送的腳架 欸 超有質感耶 我本來才想說要 要不要再去買一個小腳架 因為讓它 穩定器可以撐住 我戶外的時候 有時候手部列的時候 休息可以用 它有附耶 而且 就蠻有質感的 不用另外買 省下 太棒了 它連這個 小盒子上面都有 那個 烙印這個 他們的logo 哇它好多條線耶 而且 這個我真的就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一個 MicroUSB的那個頭 然後但是它的另外一邊是那個 耳機的洞 這個不知道做什麼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不一樣 另外一個都是 耳機的 弓頭 兩頭 兩頭都是弓的 這不知道做什麼 這真的很粗壯 我拿我的手機穩定器 跟它比較一下好了 我先把它裝起來 哇 真的超大一根 我去拿一下手機用的 穩定器給大家看 做個比較 這個就是手機用的穩定器啦 也是飛魚的 哇兩隻真的天差地別啊 光這個充電座 差了將近兩倍多啊 我靠我看我真的 以後拍影片 戶外拍影片 我的手真的要訓練了 OK 那今天的開箱了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錄音筆 然後 穩定器 然後跟一個 鏡頭 就這三樣啦 那希望呢 有這些器材的幫助 能讓我的視頻的品質 更提升一層 OK啦 那 此影片就到此啦 那喜歡此頻道的 請下方幫我按個讚 點個喜歡 然後把我影片分享出去 那想要繼續追蹤本頻道的 請按訂閱喔 拜託 訂閱一下吧 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拜拜